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油條,是郵輪的郵 2020年3月,因為COVID-19疫情的關係 全世界郵輪都是停航的 郵輪公司的股價由三位數字的跌至兩位數字 兩位數字的跌至一位數字 然後慢慢地在2021年7月 美國郵輪業重啟 之後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都重啟 只有少部分的地方依然堅持 進入了2022年,大半個世界都已經開放 雖然當時有人去郵輪 但上半年出發的,基本上每個遊客都成亡成恐 到下半年,核酸檢測它逐漸取消後 才變成和以前一樣,可以安心上船 2023年對於郵輪業來說 是一個很獨特的年份 現在看上去,全世界都慢慢恢復正軌 無論是郵輪或任何旅遊方式 感覺上和之前都一樣 但是不是真的和疫情之前的一模一樣呢? 今天就和大家說說近期郵輪業令人擔憂的六大改變 這六大改變並不是一時三刻的改變 而可能是從今以後都會變成這樣 聽聽我說說會否影響你2023年甚至2024年的郵輪決定 首先說說Norwegian 近期宣布了一個公司自己的安排 就是對於大部分客房每天兩次執訪 減少成為每天一次的執訪 減少執訪人數的數量 按照你這樣做,其實真的沒問題 因為於我個人而言 我真的不需要每天執訪兩次房 我覺得一天一次已經十分足夠了 其實他執訪得越多,對於我來說的壓力也越大 我只是來旅行而已,我又不是來看你表演 像我家的房間一樣 我兩個星期都不執訪一次 我依然是住得十分舒服的 但問題產生在哪裡呢? 就是他宣布減少執訪之前兩個星期 剛剛宣布 Norwegian的小費,即是服務費 提升到每天20元的美金 此消彼長此起彼落,一上一落的時候 遊客當然是反應大 錢我們就給多了,但服務力就減少了 不過其實無論我們同意,或者喜歡與否 每一間郵輪公司都在鬼鬼祟祟地減少他們的預算 用盡每一個方法,令我們盡量在船上花錢 有不少老友問過我,其實是否跟Norwegian有仇 每一次都拿他出來說 其實不是的 第一,我不覺得我算是說差 只不過我們將事實以及全部說出來 然後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基本上每間郵輪公司的走向都差不多了 只不過是需要某一間郵輪公司出來帶頭 令大眾接受這個舉動 就像用小費來說 Wild Caribbean 收緊美金16元每天 而Norwegian 收緊20元每天的小費 按照每水船7天,而再客量4000人去計算 Norwegian 每水船收多10萬美金 大家不要忘記,每年有52個星期 每一艘船每一年的收益就會增加600萬美金 只要看到一間郵輪公司加到小費成為20元 其他郵輪公司也不願意 而另外,除了大部分郵輪公司將小費上升了10%之外 P&O、Norwegian和Carnival 同時也宣布會調整這個執訪的次數 Carnival Group的CEO也更加說 不單單會割服務 還在食物方面也會作出調整 大家看我的頻道也會知道 Carnival Group 裡面包括Carnival Cruise Line Princess Cruise Line Holland American Cruise Line Carnival Cruise Line P&O、P&O Australia Costa和Seaborn 大家慢慢會發覺 例如平日一星期的郵輪 你會發現起碼有一晚的龍蝦餐 不過現在來說,很多船都慢慢淡化了 而有部份郵輪公司 直接做到要加錢才有龍蝦吃 而另外有些特色餐廳以前是 頭盤、主菜、沙律、甜品全部都是任叫的 現在就變成了沙律、頭盤、甜品任點任吃 而主菜只能點一次 不過就適合我這種喜歡吃頭盤吃到飽的人 還有,World Caribbean和Carnival Group也宣布 船上的任飲套餐、Wi-Fi套餐 以及特色餐廳的套餐,價格都會調整 而我個人來說,我是一個喝酒人 所以我發現另一個問題 任飲套餐相對來說,也縮了水 如果大家有留意,會發覺 每一間郵輪公司的任飲套餐 其實是包含一個限定的飲品 即是15元或10元以下的飲品 但問題是,它的酒單慢慢慢慢加了加 所以在15元以下的酒的選擇會越來越少 或者有部份郵輪公司限制每人每天15杯 就算你買了任飲套餐 最多都是喝15杯而已 所以郵客在買任飲套餐時 也需要留意這些狀況 雖然說到郵輪公司有這麼多方法加價減量 但我仍然覺得郵輪旅行在2023年和2024年 依然算是值得玩的 因為是值得玩的 其實你要比較的並不是以前郵輪的價格 以及現在的郵輪的價格 我們要比較的是將現在的郵輪的價格 以及現在的酒店、巴士團、陸地團 同樣的價格去比較 即是今時今日的價格去比較 全世界的通脹、油價、食物、人工 什麼都加的情況下 郵輪的加量減價 算是對大部分人的影響 其實也不算是太大的 第二大的改變就是對於COVID-19 疫情處理的條款 剛剛有個老友上完Kunak之後 回來又帶給我一個很震撼的消息 雖然說這個消息比較震撼 但其實我預計了它遲早會發生 不過只不過是幾時會發生 這位老友在Kunak的某一艘船上中了招 按照郵輪公司的規定 他就要隔離了 按照去年COVID-19的規矩 如果整個行程是1000元的話 有10天 如果隔離了8天的話 就有800元的Future Cruise Credit 即是800元的未來郵輪代用券 給遊客下一次使用 但今次COVID-19就厲害了 基本上沒有派Future Cruise Credit 我每天都有留意郵輪業的新聞 但至於它什麼時候可以停派Future Cruise Credit 我真的不清楚 他也沒有宣布 突然之間 我覺得郵輪公司好像我們多倫多市長一樣 堅持著三個筆 不主動、不抗拒、不負責任 所以各位老友 都不要說很單純地以為 上年包的東西 就一直今年都會一樣包 自己會有旅遊保險來說 才是最實際的 因為郵輪公司在逐出任何改變的時候 未必會逐個逐個逐個通知 第三大改變就是載客量 在去年全年 大部分的郵輪公司一直保持在50%至60%的載客量 美其鳴當時是說 更多的私人空間 更好的服務狀況 人越少更少機會傳播病毒 我老老實實跟你說 其實去年基本上去郵輪的人 並不是那麼多 就算郵輪公司怎樣減價 對於當時的遊客來說 對於COVID也抱著一個觀望的態度 有時某些船棋 只剩下30%的載客量 所以當時我覺得 有得去就盡量應該去 畢竟人少服務也相對好 但踏入去年12月之後 這個狀況突然之間改變 我發現每一艘船、每一艘水船 他們都是爆爆爆爆爆的 唯一我看到沒那麼爆的 就是由LA出發去墨西哥那些7天的郵輪 其實我真的很好奇 想問問LA的老友 為什麼你們這麼不喜歡墨西哥呢? 如果大家在12月之後 有上過郵輪的話 歡迎留言去說一說 你們那時候上的船有多爆 Carnival Group, Wild Caribbean Group 和Norwegian Holding 好像合在一起 大家同時宣佈 今年暑假的載客量 預計會超過100% 什麼是超過100%的載客量呢? 就是平時我們所謂的100%的載客量 就是按照郵輪的二人一房去計算 即是說我有3000間房的同時間 我的載客量就是6000人 如果是3、4人房的那些 就叫超過超過100%的載客量 現在按照這個形勢來說 100%爆就爆眼了 只不過是會爆到120% 還是還是130% 或者是140% 第四個改變就是 郵輪價格的上升 剛剛說過 100%的載客量 100%的載客量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一個不真的事實 就是2023年去郵輪的人 絕對會比2022年多了很多 對於全世界大部分國家 除去對疫情的限制 越來越多遊客會出國去旅行 無需檢測,無需口罩,自由自在 我想這也是人類過去幾年的夢想 很明顯 現在的夢想只是擺在眼前 就算貴一點點 可以追夢的話 無論如何都值得 而另外 還有大部分的退休人士 近幾年都沒有去過旅行 儲了儲了儲了 這次使得更豪華一點 一點也不奇怪 郵輪、機票、酒店 無論是任何旅遊產品 大家都要記得一件事 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定價的產品 但他們有一個限期 只要你在出發前賣不完 你的產品價值就等於零 如果出發前賣得完 甚至在很多人買的情況下 價格只會越來越高 這個概念和股票差不多 今年我真實看到的是 99.9%的郵輪價格 已經比在2022年為之貴了 大約有30%至40%左右 World Caribbean 22萬噸 Oasis Class 那個去加勒比海的郵輪 是升幅最厲害的 我曾經見過 相差兩個月訂同一艘船 同一個房間 同一個船期 早訂的是800美元 而遲訂的每一個人 1300美元 同一艘船 同一個房間 同一個船期 升幅都可以高達60% 如果你說賣股票 當然是開心 但問題是賣郵輪 就真的傷心了 為何郵輪公司這麼有底氣 去加價 去升價 唯一一個解釋 就是 無論它開的價格多高 也好 最主要是有人接盤 以及有人埋單 而最厲害的是 以前只要你肯去 因為差不多每個星期 我都可以找到 最後一分鐘便宜 不過暫時來說 今年的最後召集 最後一分鐘的價格 便宜船 真的越來越少 連Carnival Cruise Line 這隻以 郵輪多 旋期多 以及出發地點多的公司 很多時候都賣光 作為行選行十幾年的我 只能夠說 如果在2023年去訂郵輪的話 只能夠說是越早訂越好 但早訂也有些事情需要注意 第一 要訂一些可以退款的價格 除非你是100%覺得自己會出發 不然寧願貴一點點 也要訂一些可以退訂的價格 可以保持自己的靈活性 而另外 早訂郵輪 就算是訂貴了 其實也沒有有怕 因為早期落訂 只不過是很少一部分的訂金 如果比美數之前 郵輪公司有跌價的話 遊客是可以得到最低的價格保證 第五個大改變 就是郵輪稅行價格的上升 大部分深水清的老友 可能都會看得出 現在郵輪的票價 感覺上網絡並不是這麼高 貴了那麼多 但為何每次在我結帳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貴呢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來自於收費 就是來自碼頭稅和政府稅 無論是郵輪公司的官網也好 或者是大部分旅行社的網站也好 關於郵輪的 為了令更加吸引顧客 他們放上去的船價 都只不過是郵輪的價格 然後到你差不多是付錢 或者付名的那一步 才會打出政府稅和碼頭稅 其實始終付也是要付的 為何不索性 又一次過展示出來給別人看呢 美女遮遮掩掩掩的就是性感 價格的遮遮掩掩掩的就是幽默感 就是耍我啦 至於政府稅和碼頭稅 很多時候的計算方式 就是按照著郵輪停靠港口的時間 和城市地點 和郵輪的行程等等 都加在一起 然後平均分到每位遊客身上 其實很公平的 無論你住內倉房也好 露台房也好 總統套房也好 政府稅和碼頭稅 都是一樣的價格 所以說 如果覺得自己平時交稅不夠 如果有錢人多於心裡不平衡 就應該多一點上船 無論你消費多少 你交的稅都會一模一樣 立即什麼都平衡了 說回碼頭稅和政府稅這件事 就厲害了 普通一個7天的加納比海行程 我記得我入行的年代 它是說70多美金 現在這個稅已經差不多到150美金了 阿拉斯加拉郵輪 某一艘船的稅項 我記得是差不多到300多400美金 最糟糕的是這艘船 本來賣內倉價 只是說了400多美金 即是400多美金的船費 和400美金的稅項 大家有機會可以研究一下 巴拿馬運河那些郵輪的稅項 那你就會完完全全明白 我是說了什麼 第六大改變就是全世界開放的郵輪 說了那麼多令人不太安慰的消息 情況下不如說說令人安慰的消息吧 隨著疫情的開放 大家慢慢習慣了疫情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經開放郵輪了 剛剛SILVER SEA才去完香港的啟德碼頭 又好像我最期待的日本環島遊 在今年的3月又準備開始了 未來有望亞洲郵輪玩的 越南、新加坡、泰國線又準備出現了 疫情其實教釋了我一件事 就是反正心不帶來又走不帶去 早點去玩去多些地方 見識多些 見多些人 這才是人生的真體 就算好像以前疫情的時候 政府每個月派2000元給我 但每天要我家裡留家令的話 我覺得就算再多的錢 都是得問無所用的 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見,拜拜